第201章 酷炫小黄蜂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回到龙魅酒吧 夜龙正想跟魅姐说说买车的事情了 魅姐倒是先说了起来 小坏蛋 看你最近这么辛苦的份上 姐姐送你辆车子好不好啊 魅姐瞧着夜龙笑着说道 嘿 那可倒好 魅姐真疼咱 咱正好想要辆车子呢 夜龙骚骚地凑上前说道 魅姐白了眼有些自恋的夜龙 说道 死呀 谁懒得疼你这骚包 姐姐看你整天开我的车 影响我出行 所以才给你配辆车子的 那魅姐给咱配了辆啥车子 奔驰 宝马 还是宝石节 夜龙迫不及待地想问道 再怎么说 自己给魅姐搞了几百万 现在魅姐也是一个小富婆了 买辆奔驰宝马不成问题 自己下去瞧瞧吧 给你钥匙 魅姐倒是没有回答夜龙的问题 而是笑了笑 把钥匙扔到了桌子上 夜龙拿起魅姐扔到办公桌上的钥匙 皱了皱眉头 然后说道 魅姐 这钥匙有些低调啊 连个牌子也没有 给你买就不错了 下去看看吧 新车 魅姐白了眼夜龙说道 好嘞 那咱下去瞧瞧 反正哥认为 魅姐一定不会亏咱 肯定是辆不错的车 夜龙骚骚笑道 夜龙说完 然后摆了摆手 就来到楼下 刘大壮正在酒吧的门口四处转悠着 看到夜龙从大厅走出来后 刘大壮立刻憋后地笑了笑 凑上前叫了一声夜龙 大哥 夜龙手里把玩着车钥匙 瞧着大壮拍了拍他的肩膀 问道 大壮 工作怎么样 还适应吗 很好 适应 就是有些无聊 大壮憋后地笑了笑说道 没事 以后就会好了 魅姐给哥买新车了 带你去瞧瞧 夜龙说道 大哥买新车了呀 大壮倒是也很兴奋地说道 走 一起瞧瞧 瞬间带你兜兜风 夜龙说了一声 然后就招呼着大壮出了酒吧 因为方便出行 所以龙魅酒吧 都有自己的内部停车场 所以夜龙就带着大壮 来到地下内部停车场 停车场周围 仅仅就几辆车子 夜龙环顾了一下四周 也没杀新车子 这不有车钥匙吗 夜龙拿着电控车钥匙按了一下 嘖嘖 车子闪着灯响了一声 当夜龙看到闪着灯响了一下的车子后 一股淡淡的忧丧 直接蔓延到心里深处 你 你买呀 魅姐未必 也太大方点了吧 竟然送给自己这么一辆车子 夜龙弹腾无比地按道一声 看着面前的二轮电动摩托车 夜龙摸了摸嘴巴 量自己再怎么想 就算最次起码也是四个轮子的吧 但没有想到 竟然是两个轮子的电动摩托车 看着面前有些萌的二轮电动摩托车 瞧了一眼牌子 小黄蜂 你买啊 如果送自己的大黄蜂 该多好啊 一个字的差距 也偏差直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夜龙恨不得把脸扎进裤裆里面 幸亏自己只是叫来了大壮来 没有把小兰他们叫来 不然还不被他们给笑掉大牙 哇 大哥 这就是你的车子 好帅 刘大壮倒是一脸惊喜地 看着面前的小黄蜂说道 当然 刘大壮的惊喜 是打心底里的惊喜 一个农村壮汉 就是如此的淳朴 嗨嗨 必须的帅啊 看到没 黄颜色的 搁得最矮 酷不酷 夜龙甘咳两声 掩饰了一下尴尬说道 酷 这跟我们农村的大铁驴一个样式 但是没有大哥 你这车帅 刘大壮兴奋地说道 那当然 不瞧瞧这是谁的车 看见没 高科技 电控钥匙 高大上 现在宁海市车子太堵 骑这玩意 想去哪就去哪 无人可挡 夜龙夸赞道 只不过这心里 挖凉挖凉的呀 也就是大壮见识手 换做哪个城里人 能用这玩意给吹嘘起来 不过这小黄蜂 也算是电动摩托车的高档品了 虽然小巧萌 但还是电控钥匙 很上档次 大 大哥 高大上是啥意思 刘大壮摸着脑袋 瓜子疑惑地问道 嗯 高大上啊 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夜龙解释道 大哥 那你这车子太高大上了 刘大壮称赞道 嗨嗨 大壮 咱低调 这车子别随便跟人说 是妹姐送给我的 不然别人会嫉妒 明白不 夜龙嘱咐道 明白 我保证不会给老大乱说 大壮憋厚地笑道 走 带你兜兜风去 夜龙很潇洒地骑上 自己的小黄蜂电动摩托车 然后朝大壮招呼了一声 大壮倒是憋厚的一胯腿 就一屁股坐到了后面 大壮一坐上去 整个小黄蜂的前轮 差点给翘了起来 我累个擦腰 夜龙蛋疼地按道一声 这大壮的块头太大 完全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大壮啊 那个哥还有点事情 改天再带你去兜风 你先工作哈 夜龙赶紧说道 带着大壮这身板 还兜风呢 能跑起来就不错了 那好吧 大壮听后就点了点头 行了 哥先办事情 去了哈 夜龙摆了摆手 然后发动自己的小黄蜂 嗡嗡地就驶出了地下停车场 夜龙骑着小黄蜂行驶在马路上 感觉不错 露天是敞篷 低碳环保 夜龙觉着 凭自己的魅力 完全也有回头率啊 正在夜龙得意洋洋的时候 砰 一声巨响 夜龙因为 只注意马路两旁的大长腿了 完全没有看前面的路 正走到一个岔路口红灯处 直接是亲了人家车子的屁股上 因为小黄蜂的速度不是很快 只是撞了一下 夜龙的小黄蜂 一点事都没有 倒是前面的崭新的路虎车子后面屁股 被擦去了一块皮 奶奶爹 会不会开车啊 竟然在红绿灯处急刹车 夜龙忍不住臭骂一声 这可是自己刚买的小黄蜂啊 撞坏了赔得起吗 而这个时候 路虎车子的车门打了开 很快 从车子里面 走出两个美女来 确切地说 应该是两个大小美女 完全不同风格的大小美女 本章完 第202章 手机风波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当夜龙看着从车子上面下来的两个美女后 原本抱怨的心态 立刻抛到九霄云外 开玩笑 美女就是用来疼的 哪能是用来抱怨的呢 对待美女 夜龙的态度完全不同 所以 夜龙此时 脸上立刻洋溢起一股骚骚的笑容 美女妖 真是火辣又极致的大美女 此时 两个美女戴着大墨镜 遮住了大半个脸 直接朝这边走了过来 但是 以夜龙独辣的眼光来看 这两个美女 虽然是遮住大半个脸 但是脸蛋绝对的精致好看 其中一个美女 身穿一条黑色紧身蜡裤 树腰型 完美火辣的身材 表露无遗 而且 这美女还是混血型 混血美女 中西方结合的美 另外一个小美女 则是打扮得有些鬼灵精怪 给人打眼一看 有些活泼 可爱的感觉 反正两个人都是美女 只是风味不同而已 喂 你小子怎么骑车的 身材高调火辣的混血美女 走上前指着夜龙就说道 嗯 美女 我是用手骑车的呀 夜龙瘫了瘫手说道 你 我是说 你不张眼睛吗 干嘛撞我车 身材高调火辣的混血美女 又对夜龙说道 美女 我张没长眼睛 应该问问你自己吧 难道你看不到吗 夜龙又瘫了瘫手说道 你 身材火辣高调的美女 气愤地把大墨迹给摘了下来 然后就是一副完美精致的瓜子脸 只不过瓜子脸上挂有丝丝愤怒 美女 看你这么漂亮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叫什么名字 交个朋友吧 夜龙骚骚地问道 总体来说 对方是个极致大美女 完全否和夜龙的口味 流氓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但敢撞本大小姐的车子 竟然还敢调戏本大小剑 找死 身材高调的美女 气愤地说了一声 然后就要对夜龙动手 木美姐 不要冲动 别忘记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旁边的小美女 拉着高调美女的胳膊说道 木美 不错的名字 只是你跟本人的性格反差很多哟 夜龙双手环在胸前评论道 你小子还敢说 本大小姐今天就杀了你 木美说着 然后就要往前冲 不过旁边的小美女 依旧是拉着木美的胳膊 不让她往前冲 小雨 你放开我 让我好好地收拾一下这家伙 木美正拖着说道 不行 不要闹事了 不然我们回去 也会受到处罚 小雨 拉着木美的胳膊说道 美女 跟你这位小雨美女学着点 要温柔 不然就算你长得漂亮 也没人敢要你啊 夜龙瞧着这个木美说道 夜龙也瞧得出来 这个叫木美的女人 似乎不简单 而且功夫很还不错 实力似乎不次于黑点 奶奶低忧 又是一个女高手 木美听到旁边叫小雨的 那个小美女的话后 显然冷静了不少 小子 今天就先放过你 下次再让本大小姐碰见你 看我不杀了你 木美瞧着夜龙说道 嘿嘿 木美大小姐 你虽然要放过我 但是有件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下 你必须补偿我的损失费 夜龙看着木美 骚骚地笑道 木美一听夜龙这话 有些可笑 自己还没找她要损失费 她竟然还跟自己 要骑损失费了 损失费 小子 你是撞了我的车子 不是我撞了 你的车子好不好 你凭啥问我要损失费 木美看着夜龙说道 夜龙骚骚一笑 说道 因为我是新车 当然要有损失费了 木美瞧了眼夜龙旁边的小黄蜂 不仅双手环在胸前笑了笑 说道 哟 还是小黄蜂啊 新车啊 新的 第一次骑 夜龙骚骚地说道 呸 就你这小黄蜂也叫车啊 要不要本大小姐送你几把辆给你啊 木美瞧着夜龙说道 不要 哥要损失费 夜龙骚骚地说道 要是本大小姐不给呢 木美看着夜龙说道 不给 嘿 不给哥救上你们的车 赖着你们不走了 你们去了 哥就跟着去哪里 夜龙骚骚地讲道 那 这是给你的精神损失费 我们还有事情 先走了 你可不要再多嘴了 不然我姐姐会打你的哦 对了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有时间我请你喝咖啡 亲自给你道歉 小语拿出一叠钱 递给夜龙说道 夜龙瞧了眼这个小美女 这叫小语的小美女 也很鬼灵精怪 虽然现在看起来乖巧懂事 不过夜龙总觉着 这小美女肯定是个捣蛋鬼 不过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他们 倒是无妨 起码还可以联系一下 说不定日后 可以发展成自己的老婆呢 这两个美女 不管是叫木美的美女 还是叫小语的美女 都完全符合当自己老婆的标准 嗨嗨 钱就不要了 但手机号可以给你们 你记一下吧 夜龙骚骚地说道 嗯啊 你说吧 小语拿出手机说道 随即 夜龙说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号 然后小语就记了下来 好了 记下了 有时间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们有事情就先走了 小语看着夜龙笑了笑说道 嗯 走吧 不过木美大小见 你欠的损失费哥记下了 下次再跟你啊 夜龙看着木美说道 这个看起来成熟火辣 身材好到爆炸的混血美女 夜龙很喜欢 当然 夜龙所说的损失费 不是钱 而是精神方面的 当然是木美的一个吻了 只有给个吻 才能补偿夜龙的精神损失 木美只是轻哼一声 没再理会夜龙 同旁边的小语 就一起上了车子 上车后 木美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然后瞧着小语说道 小语 木美姐的演技不错吧 西西 真不错 那我的演技也不错吧 小语吐了吐舌头说道 不错 衣服很乖很可爱的样子哦 怎么样 手机号记下了 能整得了那家伙吧 木美看着小语问道 拉拉 当然没问题 我可是电脑高手 小语说着 然后就从包里拿出一个电脑 小语打开电脑 在上面迅速的噼里啪啦的打了几下 然后输入了夜龙的手机号 搞定了 等会那家伙 会有接不完的电话 谢谢 小语兴奋的说道 本章完 第203章 这是一个深度的问题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摸了摸自己的嘴巴子 没想到在路上 竟然碰到两个美女 看来小黄蜂的魅力 还是蛮不错的嘛 夜龙瞬间有些喜爱着小黄蜂了 因为能给自己招来漂亮的妹子 小黄蜂又能怎样 照样能泡妹子 而且还能泡到不错的妹子 夜龙倒是有些期待 那个叫小语的妹子的 给自己打电话 简直是期待哟 滴滴滴 喂 你走不走啊 你这没身份的家伙 骑着个破摩托 在前面愣啥呢 擦腰 夜龙心里正歪地着呢 回头一瞧 马路后面 已经排满了车子 后面的司机 也是各种按喇叭 当然 夜龙倒是不在意 按你妹妹的喇叭哟 急着回家干你媳妇啊 夜龙回头骂了一声 然后很潇洒地发动小黄蜂 驶离了这里 夜龙骑着小黄蜂 行驶在马路上 想了想 反正现在也没有事情 倒不如找景花妹子玩一玩 如果可以的话 顺便带着她去逗逗风 自己的小黄蜂带个妹子 那还是不成问题的 so 夜龙二话不说 随即一加油门 小黄蜂就冲了出去 虽然速度不快 但夜龙完全开出了保时捷的感觉 这种感觉 也就是传说中的自害 夜龙骑着车子 来到DC区派出所 随即把车子往门口一停 然后直接就走进警局大楼 在工作区办公的警察 也都认识夜龙了 纷纷跟夜龙打招呼 当然 夜龙也热情地跟他们打着招呼 看 冷所长的男朋友又来了 是啊 他男朋友看起来蛮酷的嘛 废话 不酷能搞定我们的冷大所长吗 当夜龙走过去后 几个警察纷纷议论开来 当然 几个警察的议论 夜龙都听到耳中 声音虽小 但夜龙的听力可是很变态 声音就算再小 夜龙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而夜龙听到后 倒是得意洋洋地走向冷飞飞的办公室 看来自己成为锦花妹子的老公 已经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了 嘿 锦花妹子 哥来看你了 夜龙说着 然后推门就走了进去 冷飞飞正坐在办公桌前办公 瞧了眼走进来的夜龙后 问道 大骚包 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嘿 当然是想锦花妹子了 来看两眼 夜龙骚骚地凑上前说道 自己的锦花妹子就是漂亮 简直是百看不厌啊 每次见到锦花妹子 就像是第一次见她的那种感觉 行了 已经看了两眼了 看完就走吧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说道 嗯 嘿 那再多看几万眼 夜龙骚骚地笑道 得性 是不是闲得冒泡了呀 跑我这里来 冷飞飞瞅了眼夜龙说道 嘿 可以这么说吧 那锦花妹子想不想搁呀 夜龙眼睛 瞅向冷飞飞的身体 擦忧 这锦花妹子的似乎又傲视群雄了不少 天哪 如此凶残 难道锦花妹子不嫌乐人吗 夜龙现在真心怀疑 锦花妹子到底能不能买到合适的内衣呢 看什么看 瞧你那色样 再看信不信姐姐把你的眼珠子给扣下来 冷飞飞发现 夜龙的眼珠子没往好地方看 不禁警告道 夜龙撇了撇嘴 说道 锦花妹子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没有搞明白 但这个问题必须要通过你们来回答 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有话说 有屁方 冷飞飞瞅了眼夜龙说道 嘿 其实哥一直搞不明白 你们女人长得好看漂亮 不都是跟男人炫耀的资本 都是给男人看的吗 不然长得那么漂亮大马 夜龙瘫了贪手问道 夜龙问着 还没等冷飞飞回答 夜龙又继续说道 嘿 我猜肯定是给男人拥有的 那好 哥来试试手感啊 扫包 敢碰我一下 剁了你的手 冷飞飞瞪着夜龙说道 那你回答一下哥的问题啊 你们女人长得漂亮 是不是给男人看的 或者说是 故意吸引男人 让那个男人拥有的 夜龙贪手问道 夜龙觉着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如果不是给男人看 那女人在大街上 都穿漏 事业线的衣服干啥 而且还花钱 往里面各种助教干啥 不就是让男人看的 更喜欢一点吗 但是 放在景花妹子这里 分明就不让看 那更别说碰上一下 试试手感了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 说道 那我说 以后生孩子喂奶不行啊 啊 好凶残的回答 夜龙愣了一愣 恐怕这么凶残的回答 也只有景花妹子 能说得出来 但是龙哥 对于景花妹子的回答 还是不满意 生孩子喂奶 那孩子怎么生呢 生孩子 应该也需要男人的配合吧 嘿 景花妹子 生孩子 似乎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吧 那还不照样 打住 这么下流的问题 不要跟我讨论 冷飞飞打住夜龙的话说道 夜龙摊了摊手 说道 景花妹子 似乎你不纯洁了吧 这问题下流吗 我认为 很有深度讨论的必要 现在幼儿园都要进行各种教育了 我认为 男女之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以后 那用不用我给你长个妇产科医生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说道 夜龙嗖嗖一笑 说道 我觉着有必要咱们两个亲自试验一下 纸上谈兵是万万不行的 要不今晚咱们去酒店 一边讨论一边亲自实践一下 开你的大头鬼啊 瞧你那熊样 冷飞飞说了一声 然后将手中的资料一合 现在冷飞飞觉着 有必要置一只夜龙这大骚包了 冷飞飞站起身来 然后走向夜龙 擦右 景花妹子 你不会是要跟哥咱办公室试验 死 夜龙话还没有说完 只觉着自己腰间一阵清爽 然后就是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你这大骚包 一天不治你 你就满嘴放到是不 冷飞飞扭着夜龙腰间的一小块肉说道 擦右 疼 疼 夜龙呲牙咧嘴地说道 能不能老实点 冷飞飞瞪着夜龙问道 嘿 能 能 哥错了 夜龙赶紧应道 错了 不行 必须惩罚你这大骚包 跟我来 冷飞飞可没有打算要这么放过夜龙 说了一声 然后松开夜龙 顺手拿起挂在墙上衣架的警服 就出了办公室 夜龙揉了揉腰间的肉 然后呲牙一笑 跟着就走了出去 难道景花要跟自己玩心花样 来惩罚自己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夜龙心中倒是求之不得忧 本章完 第204章 哥是爷们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骚骚地 跟在冷飞飞的身后 就来到警局大院的楼下 到了楼下后 冷飞飞招呼了一声夜龙 说道 喂 骚包 给我上车 嗯 景花妹子 夜龙骚骚一笑问道 玩你个大头鬼啊 上车 冷飞飞说了一声 然后打开车门 就上了车子 夜龙紧跟其后 跟着来到车子的副驾驶 上车后 夜龙把车门一关 然后骚兴无比地说道 景花妹子 不如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 轻响一声说道 哼 你这大骚包 别只会嘴上说啊 有本事来点实际的吗 擦右 景花妹子的意思是 鄙视哥不敢吗 夜龙瞧着冷飞飞说道 哼 我就认为 你不敢 你这大骚包 也就嘴上说说的本事 压根就不是个男人 冷飞飞哼记着说道 打算好好鄙视一下夜龙 鄙视 赤裸裸的鄙视哟 夜龙可不能让景花妹子 瞧不起自己 自己可是真男人 不只是会嘴上调戏一下而已 既然冷飞飞鄙视自己不敢 那必须要证明一下了 自己可是真男人 景花妹子 告诉你 哥可是很爷们的哟 夜龙骚骚地 看着冷飞飞说道 很爷们吗 我看你不怎么爷们 整天就知道油嘴滑舌 也没看见 你敢在大街上 见到美女凑上去动手动脚的 只会在背后偷瞄 不是真男人 冷飞飞摊了 摊手说道 呜呜 冷飞飞话刚说完 然后自己的嘴巴 就感觉被堵住了 睁眼一瞧 自己已经跟夜龙 来了一个零接触 逆天了 龙哥 强吻 没有丝毫预兆 连反应机会 都没有的强吻 夜龙绝对够霸气地 做出这个 让冷飞飞出乎预料的动作 完全是出乎预料 自己不爷们 对自己说不敢做 那只好用行动证明一下了 此时此刻 夜龙怎能不爷们一把 可不能让自己的 未来老婆瞧不起 所以 夜龙很干脆地 就照着冷飞飞霸道的强吻上去 而且 这次强吻 直接是对着冷飞飞的嘴 咱不亲脸蛋 反正都是亲 要亲干嘛 不亲井花妹子漂亮的小嘴 而且 连给冷飞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信号信号 不信号信号 霸气不霸气 冷飞飞被夜龙揽着脖梗 亲吻上来 直接瞪着眼睛愣住了 竟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短暂的几秒过后 冷飞飞终于反应过来 直接把面前的夜龙给推了开 夜龙巴搭了一下嘴巴 有些回味 井花妹子的嘴巴就是香啊 又香又甜 滋味很不错哟 井花妹子 哥还没有亲够呢 干嘛推开哥呀 夜龙倒是有些不满意的说道 冷飞飞美眸紧皱 眼神中充满一股杀气 没想到夜龙这骚包 竟然还真敢抢吻自己 本以为夜龙早已经被自己给震慑住了 但似乎完全是多想了呀 冷飞飞有些后悔 就不应该刺激夜龙这骚包 他可是天下第一大骚包啊 嘿 井花妹子 现在哥霸气了吧 夜龙瘫了贪手 有些得意的说道 冷飞飞现在被夜龙这骚包气得不行 难道自己的初吻 就这么给夜龙这大骚包了 王八蛋 你竟然敢夺走姐姐的初吻 冷飞飞一脸憎恨的看着夜龙说道 这表情真是恨不得掐死夜龙这骚包 夜龙倒是无所谓的瘫了贪手说道 那有啥 大表哥对你负责呗 那你做哥的老婆吧 臭妹 谁想做你的老婆 冷飞飞瞪了眼夜龙说道 你呀 哥都给你盖过章了 夜龙骚骚地笑道 死犊子 冷飞飞说了一声 脸还是不由地红了起来 毕竟这可是冷飞飞真正意义上的初吻 冷飞飞现在后悔死了 自己没事惹这骚包干嘛 明明知道夜龙这骚包骚性无比 还要刺激他 不过初吻虽然被夺走 但冷飞飞心中却没有太大的失望 难道自己 冷飞飞想到这里 赶紧摇了摇头 看着旁边这个对着自己笑得很骚醒的面孔 自己怎么可能会喜欢这么一个大骚包呢 夜龙和冷飞飞 两人在车子里面正闹着呢 这个时候 一辆黑色的丰田越野车 直接开进派出所的大院 很快 从越野车子里面走下四个身穿皮夹克的平头中年男子 四个平头男子身材也都很矫健 国字脸表情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傲 坐在车子里面的冷飞飞瞧了一眼 不由的皱了皱眉头 好像是京城那边的车子 干什么的 冷飞飞说着 然后打开车门就下了车 下车后 冷飞飞就走了过去 而四个平头男子把目光看向冷飞飞 几位有什么事情 冷飞飞走过去后问道 站在最前面 一个身穿皮夹克的男子 从怀里掏出证件 然后语气有些高傲的说道 我是京城安全会的分组组长王震 我想找一下你们所里的所长 京城安全会 冷飞飞不由得有些疑惑 安全会的到这里有什么事情 我就是DC区派出所的所长冷飞飞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 冷飞飞出示了一下自己的证件说道 那好 现在有关DC区一起伤人案件 我们希望通过你们派出所 配合一下找到凶手 帮助我们捉拿归案 王震看着冷飞飞说道 冷飞飞听到安全会的王震这话 更是有些疑惑 伤人案件 伤人案件 啥时候有安全会的人来管了 那要警察局干啥的 而且还大老远的从京城 跑到宁海市这边来 这又不是黑色会恶性事件 什么伤人案件 冷飞飞不仅疑惑地问道 整体案件 我们已经全部调查清楚 现在要做的 就是捉拿凶手 这就是凶手的照片 希望你配合一下 王震说着 然后就拿出一张照片 冷飞飞看了一眼 有些无奈 这照片上的人 不是别人正视夜龙 怎么什么事情 都与这骚包有关系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这人犯了什么罪 还需要你们安全会的人 亲自来抓人 冷飞飞不仅开口问道 虽然自己憎恨夜龙这骚包 恨不得掐死这鸭的 但并不代表冷飞飞 愿意看着这骚包出事情 本章完 第205章 就打你 怎么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这不是你需要该问的 我们安全会 要求你们派出所 配合一下这件事情 应该没有问题吧 应该有那个资格吧 王震语气依旧高傲地说道 一副高高在上 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好像冷飞飞 就是他的下属一般命令着 安全会虽然权力很大 但并不代表 比警察系统高一等 而且 冷飞飞是啥脾气 自己是小警员的时候 连顶头上司所长都敢调查 还岂会怕权力的威胁 如果换作别的所长 那肯定是会努力讨好 然后到大酒店设宴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要可知道 这是京城安全会啊 直属华夏国家重要部门 维护国家安全 权力也是大得很 但是冷飞飞压根不吃这一套 如果你好生好气地说着让配合 那冷飞飞会考虑一下 但你像上司一样 一副命令的口吻 让他做事 那冷飞飞只好说 不好意思 姐姐不奉陪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告诉我 他犯了什么罪 那我不能帮助你找到他 冷飞飞也是一副 冰冷的态度说道 这求人帮忙 要有求人帮忙的语气 这王震的语气 让冷飞飞很不爽 这气势汹汹的样子 就像欠你几百万一样 有这态度去求人帮忙吗 王震听到冷飞飞 这声音的一句话 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 他显然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 竟然敢跟安全会分组组长 这么说话 就算是安全会 普通的在职人员 一个小所长说话 也要客客气气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这是身为一名警察 该有的态度吗 王震依附领导的语气 对冷飞飞训斥道 冷飞飞自然不会畏惧于王震 一个从京城来的家伙 拿着鸡毛荡令剑 就能这样跟自己说话 自己比他低人一等是怎么着 哼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倒是也想问你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这是一名安全会工作人员 该有的态度吗 冷飞飞冷笑一声 丝毫不示弱地看着王震说道 你 王震抡起拳头 脸部颤抖了一下 一副要对冷飞飞动手的架势 冷飞飞自然是不会畏惧王震 开玩笑 这是在自己的派出所 他敢打 他敢打 那冷飞飞就敢把他抓起来 怎么 你想动手吗 冷飞飞看着王震问道 你以为我不敢 王震冷冷地说道 要不那就试试 冷飞飞冰冷地说道 好 你行 今天如果不是看在你是一个女人的份上 我今天非要好好收拾你一番不可 王震指着冷飞飞说道 现在王震心里也知道 不能把事情闹大 虽然他们是国安会 但这次下查 完全是出于私人行动 没有严格的审批手续 闹大了对他们不好 女人怎么了 女人比你们男人差吗 冷飞飞瞪着王震说道 平时冷飞飞也是最憎恨瞧不起女人的男人 这也是冷飞飞一直这么要强的原因 她就要告诉男人 女人不比男人差 王震瞧着冷飞飞 不仅呵呵一笑 说道 差吗 你们女人还不是被男人骑在身下的一个发泄物吗 你说差不差 啪 王震话落 冷飞飞一个大嘴巴子就闪了上去 这响声 很清脆 很动听 我擦腰 锦华妹子果然凶残暴力哟 夜龙坐在车子里面不仅地感叹了一声 冷飞飞看着王震 有些愤怒地说道 喜欢吃时可以 但吃完不要从嘴巴里面往外喷 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这股臭味 更不要以为你是安全会的人 我就不敢把你怎样 冷飞飞说话的底气很足 并没有畏惧王震的身份 敢侮辱自己 照样打 管你压的是谁呢 王震捂着火啦啦的脸 被冷飞飞打上这一个耳光 生疼生疼的 而且还被一个女人打 感觉很没面子 这一下 王震的火气蹭的一下就冒了出来 臭婊子 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一下 王震说着 然后大拳头就朝冷飞飞招呼上去 现在王震可不管什么女人不女人的了 丢了面子 那就要找回来 王震挥舞着大拳头 眼看就要打到冷飞飞身上的时候 拳头突然在半空中 停了下来 当然不是王震不想往下挥拳头 而是王震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用力 拳头就是不能挪动分喉 嘿 瞎眼了吧 连我老婆也敢打 叶龙攥着王震的拳头 已经护在了冷飞飞的面前 开玩笑 自己的未来老婆 也是别人想欺负就能欺负的 只有自己老婆打别人的分 那完全没有 别人打自己老婆的分 王震抬头看了眼面前的叶龙 愣了愣 显然他已经认出了面前的叶龙 是你 叶龙 王震看着叶龙喊道 不错 正是你爷爷 你不是想找爷爷吗 爷爷现在来了 叶龙说了一声 然后攥着王震的拳头 顺势一扭 随即一脚就把王震给踢翻在地 王震倒地后 迅速对后面的三个中年男子说道 赶紧把人抓起来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叶龙 三个中年男子健壮 立刻就朝叶龙扑了上去 擦 真脑残 就这实力 也要抓自己 叶龙无奈地按道一声 看着冲上来的三个中年男子 轻轻松松地三脚 就踹翻在地 王震从地上爬起来 恶狠狠地看着叶龙说道 你敢拒捕 拒捕 呵呵 你们算毛线玩意 还拒捕 叶龙不懈地笑了笑说道 我们是国家安全会 现在有关一起恶性商人案件 需要拘捕你接受调查 王震指着叶龙说道 叶龙皱了皱眉头 一副无奈的表情说道 国家安全会 你们脑残吧 恶性商人事情 是该你们管的事情吗 你不会连警察的职责都不知道吧 让你们管这些 警察让你们养啊 你涉嫌参与黑色会 危害国家安全利益 所以我们有权利拘捕你 王震看着叶龙说道 我擦腰 参与黑色会 危害国家安全利益 你脑子冒泡了是不 老子每天畅想国家经济繁荣 平均每周要付一次老奶奶过马路 每年会拿出几百万资助贫困山区 你说 老子危害国家安全利益 能不能再找个好的理由抓我了 叶龙一脸无奈 这理由也够拼的呀 想抓我可以 那你能告诉我 我伤害谁了 叶龙继续问道 既然都是安全会的人来 那自己是肯定得罪人了 不过叶龙得罪的人实在太多 起码要明白这得罪谁了 竟然让他们来对付自己 本章完 第206章 一起兜风去吧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李军红 他是被你打的吧 现在他还在中毒监护室 王震看着叶龙说道 擦右 原来是那壁祸呀 王震这么一说 叶龙记起来了 这李军红 先前是方清涵大美女的追求者 然后上次要对妹姐有想法 所以叶龙没有任何理由的把那浪臂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还想对自己的老婆有想法 请问他有几个蛋够自己抱的 嘿 李军红那浪臂呀 他能不能成残废 对了 还有他那玩意 以后还会好使不 叶龙咧嘴看着王震笑问道 王震看着面前的叶龙 这家伙 未必有些太嚣张了吧 把人打成那样 现在还敢在这里说嚣张话 要可知道 李军红的身份可不一般 他可是安全会分会的会长 安全会分会会长 权力大得很 就眼前这家伙 连跪舔的资格都没有 而现在 竟然还如此张狂地大言不惭 王震有些恼火地看着叶龙 说道 你知道李军红的身份背景吗 身份背景 他的身份背景观老子求是 叶龙无所谓的 贪了贪手说道 好 你牛逼 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的 李军红可是我们 安全会分会的会长职子 他父亲和会长 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权力有多大 你应该清楚 到时候 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王震放下狠话说道 清楚你 MBO 老子倒是觉着 你这语气 比安全会分会长还拽 不如老子先搞你一顿 再说 叶龙不耐烦地说了一声 这王震得色的毛线啊 安全会就牛掰了 要牛掰可以 但别在宁海市牛掰 去京城牛掰啊 这里不是 他安全会的地盘 而是叶龙的地盘 在自己地盘 还敢这么得色 明显地找抽 既然想找抽 叶龙就满足他们 让他们明白 在京城可以装弊 没人敢把他们怎样 但在别的地方装弊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 畏惧他们 叶龙冲上前去 拎着王震的脖领子 然后啪啪两个耳光 就打了上去 嘿 爽不爽啊 叶龙看着王震说道 王震脸部肌肉一阵抽搐 然后瞪着叶龙说道 你 你敢打我 嗯 我为啥不敢打你呢 你很牛吗 叶龙说了一声 又是一个耳光招呼上去 你 你是警察 你不管吗 王震看着旁边的冷飞飞问道 冷飞飞不禁冷笑一声 说道 其实我也很想揍你 你 你还是警察吗 这是你的本分吗 王震恼火地说道 我是不是警察 还用跟你汇报吗 我就是要看着你挨打 你又能怎样 冷飞飞笑着说道 王震听到冷飞飞这话 气得浑身有些发抖 我 我要控告你 控告你妹啊 你以为你谁啊 叶龙说了一声 又照着王震闪了两嘴巴子 连续挨上几个嘴巴子 王震的脸直接抽搐了 千想万想 王震完完全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本以为找到派出所 联合派出所搞定叶龙 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这愣生生的被人闪了耳光 闪耳光也就罢了 而且还是当着派出所所长的面闪的 敢问 这苦不苦必 锦花妹子 这家伙 你打算怎么处置 叶龙拎着王震骚骚地 看着冷飞飞问道 放他走吧 给他点教训就行了 冷飞飞说道 好吧 行了 你滚吧 叶龙点了点头 然后把手中的王震 直接给扔了出去 王震被扔出去后 其他的几个同行人 赶紧架起王震 就上了车子 然后一帮人直接开车 驶离了派出所大院 王震几人开车离去后 叶龙笑呵呵地拍了拍手 没有想到李俊宏这家伙 背景还真不一般 竟然在把安全会的人找来 不过 找来又能怎样 安全会 呵呵 叶龙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连特工组织都不鸟 更何况是一个安全会了 但是叶龙很清楚 王震几人狼狈离开这里 肯定还会找麻烦 当然 他们要找麻烦叶龙无所谓 但要是敢做出过分的事情 伤害到自己身边的人 那叶龙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叶龙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想找我的麻烦 想怎么找都可以 他自己完全不在乎 但是牵扯到自己身边的人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的代价会很惨 嫂包 你到底犯了啥事情 竟然连安全会的人都招来了 冷飞飞这个时候 照着叶龙踢了一脚说道 虽然冷飞飞一直在极力维护叶龙 但毕竟那是京城安全会的人 如果动真格的 自己一个小所长 丝毫是没有威慑力 叶龙贪了贪手 说道 锦花妹子 哥只是英雄救美了一番而已 你也看得出来 他们完全是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执行权利 说白了 就是滥用职权 不然他们能这么低调 如果哥真犯了大事 肯定会嚣张到天 这也说明 哥压根没犯啥事情 再说 安全会是啥职责 能管这种批事 你这骚包 最好是老实着点 要是敢犯啥事 不用别人 姐姐先把你逮起来 听见了没 冷飞飞指着叶龙说道 嘿 听见了 一切听从锦花妹子的教会 叶龙骚骚笑道 哼 这还差不多 冷飞飞哼接了一声说道 对了 锦花妹子 哥买车了 经个天气不错 哥带你去兜兜风吧 叶龙骚骚地提议道 再怎么着 也要让自己的锦花妹子 体验一番小黄蜂的感觉 而且带着锦花妹子兜风 一起坐在小黄蜂这种空间不大的摩托车上 占便宜吃豆腐 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你这骚包 竟然买车了 冷飞飞倒是有些疑惑地 看着叶龙问道 是啊 嘿 你瞧 在那边呢 叶龙骚骚一笑 然后指着自己停在门口很亮眼的小黄蜂说道 冷飞飞顺着叶龙的指向看去 当看到门口的小黄蜂后 冷飞飞不仅露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 满头黑线 难道这就是叶龙所说的车 本章完 第207章 短信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这就你的车 冷飞飞白了眼叶龙说道 是啊 霸气吧 叶龙笑道 嗯 很霸气 冷飞飞无奈点了点头说道 嘿 那走吧 哥带你去兜风 叶龙咧嘴笑了笑 直接拉着冷飞飞就走了过去 喂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冷飞飞问道 嘿 兜风啊 整天的工作 该放松放松一下心情了 叶龙一笑 随即 叶龙骑上自己的小黄蜂 驶离了大院 喂 慢点 慢点 冷飞飞坐在后面 拍了拍叶龙说道 嘿 害怕那就搂着哥呀 叶龙说着 速度没有减慢 反而加快了不少 赶紧慢点 慢点 冷飞飞在后面打着叶龙说道 擦腰 别闹 别到时候 我们都摔了 叶龙故意摇晃了一下小黄蜂说道 啊 冷飞飞惊吓得赶紧搂着叶龙的腰 叶龙坐在前面 笑了笑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要不要来个急刹车呢 一个急刹车 那肯定能体验到别样感觉 嘿 那就体验一下吧 前面正好是一个红绿灯 刺 叶龙直接来了一个急刹车 冷飞飞啊的一声 然后一个前扑就用力地扑到叶龙的后背上 要死啊你 突然急刹车 冷飞飞拍了一下说道 嘿 前面红绿灯 叶龙一笑说道 那不会慢点啊 那不会慢点啊 冷飞飞说道 嗨嗨 知道了 慢点 叶龙应道 叶龙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小黄蜂果真是好车 等会要去哪啊 冷飞飞坐在后面问道 嘿 前面有家不错的咖啡厅 一起喝点咖啡 叶龙说道 好吧 那赶紧 我可不想 再做你这小黄蜂了 能被你吓死 冷飞飞拍了拍自己说道 这刚刚叶龙骑车的速度 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摩托车该有的速度 能把这小摩托开成汽车的速度 也够可以的 过了红绿灯 叶龙骑着自己的小黄蜂 故意饶了一段路 然后才来到咖啡厅 在路途当中 叶龙又连续体验了一番 没办法 这种感觉 让人惬意 而且让人流连忘返 来到咖啡厅 叶龙和冷飞飞 一起找了一个靠近窗户的位置 点了两杯咖啡 刚坐下来 这个时候 叶龙的电话响了起来 叶龙瞧了一眼 竟然是个陌生号码 谁呢 随即 叶龙就接起了电话 叶小姐是吧 听说你四十块一晚上 一个粗狂的声音 对着电话说道 啥 谁叶小姐 叶龙疑惑地问道 嗯 怎么是男人 你不是女的吗 电话里粗狂的男子说道 脑袋有病 谁女的 叶龙有些窝火地骂一声 这脑残有病吧 撒币 在论坛发什么置顶精华帖子 粗狂地骂了一声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这电话刚挂断 然后电话又响了起来 又是一个陌生号码 叶小姐 四十块钱 我养你十天 老子是男的 叶龙说完 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刚挂断 这电话又响了起来 老子不是 擦 不是在论坛发什么帖子 发你个头啊 叶龙骂一声 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这一个个的是有病怎么着 自己啥时候在论坛发帖了 这几个电话 分明是把自己当成做那个的了啊 而挂掉电话 依旧是电话不断 同时 短信也是不停地响 叶龙直接没接电话 而是打开了几条短信 看了一下 叶小姐 战线 只能发短信 今晚上某地方见 我擦腰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泥马 到最后 叶龙只好选择关机 因为这电话刚挂断 就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地打进来 而且还是伴随着短信 这让叶龙怎么能不头疼 咋回事啊 冷飞飞看着叶龙问道 擦 不知道谁把哥的手机号码 发到各大论坛上了 而且还貌似是置顶 叶龙无奈地说道 谁啊 这分明是整你啊 冷飞飞说道 谁知道呢 让哥知道了 一定不会放过他 叶龙愤愤地说道 活该 这也是罪有应得 冷飞飞倒是笑了笑说道 擦右 不带这么落井下石的 再这样下去 哥的手机就被爆了 必须想个办法 叶龙无奈地说道 等会吧 等会我给我一个 在营业厅工作的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给你设置一下 把全部短信 来电啥的都清楚一下 冷飞飞说道 叶龙郁闷地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那也只有这样了 宁海市大酒店 最顶楼的套房 小宇坐在一台电脑面前 噼里啪啦地打着键盘 然后不停地发出一阵 嘻嘻的笑声 木梅姐 那家伙已经被电话短信 给整关机了 现在肯定是一个头 比两个头大 小宇笑嘻嘻地说道 活该 这就是得罪我们的下场 瞧他那一副样 要不要入侵各大网站的 首页新闻条 把他的消息挂上去 木梅走上前提议道 本章完 第208章 悲催后果 小说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小宇用手指敲着下巴 说道 木梅姐 这不好吧 在论坛上面整一整他就行了 我把他的帖子 已经置顶到各大活跃论坛 据统计 打过电话的 已经有近千条 短信有上万条 这已经够他难受的了 木梅想了想 随即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吧 不过等会他开机的时候 再黑一下他的手机 气一气他 熙熙 没问题木梅姐 一定玩坏他 本小姐可是天下第一黑客 小宇熙熙笑道 还是跟你这小丫头出来玩有意思 起码不会无聊 木梅笑着 捏了捏小宇的鼻子 对了 木梅姐 李叔有没有说 让你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小宇问道 木梅摇了摇头 摊手说道 现在暂时还没有说 只是说 先让我们来宁海市住下 等有任务就会通知下来 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回京城 倒不如在宁海市读完几天 有任务的时候 再执行任务 小宇嬉戏一笑 点了点头 说道 木梅姐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从网上了解过宁海市 这里可是旅游中心 有很多好玩好吃的 李叔最好不要急着 把任务下来 这样我们 就可以天天封完了 木梅捏了捏小宇的鼻子 然后哼唧了一声说道 你这个小吃货 对了 木梅姐 听我哥哥说 李叔给你找了一个男朋友 小宇一脸好奇地问道 什么男朋友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现在不想 跟任何人谈恋爱 自己一人轻轻松松的多好 木梅摊了摊手说道 我可听哥哥说 李叔给你介绍的 那个男朋友 家庭背景很深 好像是某军部 一名大佬的儿子 这你也不考虑考虑 小宇笑嘻嘻地问道 不考虑 就算是领导的儿子 我也不会考虑 我谈恋爱 是要找那种真心相爱的 才不会找家族联姻的那种 木梅一副不在乎的表情说道 小宇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你这整天在特工组织任职 而特工组织虽然都是男性 但规定不许谈恋爱 你这啥时候能找到男朋友啊 我可还急着吃木梅姐的喜糖嘛 对了 今天我们遇上那家伙 貌似对你有想法 不如你们撮合撮合 小宇说着 看着木梅笑了笑 你这妮子 故意拿我开玩笑是吧 看我怎么收拾你 木梅说了一声 然后就朝小宇打了上去 啊 木梅姐 我错了 我错了 不行 今天必须好好收拾一下你这妮子 两人说着 然后就在床上闹了起来 而另外一边 夜龙刚开机 直接挂了一个电话 又是一个完全没有停断的意思 自己这要真是卖外的 这生意该多好啊 现在 夜龙被无休止的电话 整得一个头两个大 奶奶滴 这是谁竟然用这种方法整自己 不得不说 这还是夜龙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人给整的这么惨 而且郁闷的 是连被谁整的都不知道 真够狠的啊 到最后 还是冷飞飞给营业厅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 然后让营业厅的朋友 直接把夜龙的手机号码锁定 只允许手机卡内存有的电话打进来 其他的陌生号码 一律拒绝 过几天就会自动解开 看着营丁下来的电话 夜龙吐了口长气 总算电话 是安静了下来 冷飞飞瞧了眼夜龙 然后哼了一声 说道 骚包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到处放骚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姐姐可不管了 夜龙郁闷地撇了撇嘴 说道 擦忧 锦花妹子 这完全跟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哥连谁整的自己都不知道 知道肯定要好好地收拾他一顿 完全跟到处放骚没关系 得信吧你 冷飞飞白了眼夜龙说道 正在这个时候 夜龙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又震动起来 这次不是响 而是震动 擦 不会又来了吧 夜龙淡疼地说了一声 现在夜龙有种得了手机恐惧症的感觉 夜龙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并不是电话 也不是短信 但自己的手机 就是一直在震动 奇怪了 自己的手机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震动呢 这是咋回事 夜龙有些疑惑 怎么了 冷飞飞坐在对面问道 不知道啊 真是神奇了 一没来电话 二没来短信 手机就一直在震动 擦忧 现在竟然黑屏了 夜龙看着自己的手机 郁闷地说道 这刚刚好好的 震动了几下 然后就黑屏了 冷飞飞瞧了眼夜龙 说道 要不要这么邪乎 你这手机 是不是中邪了 夜龙点了点头 说道 我现在倒是真有些觉着 这手机中邪了 夜龙正说着呢 原本黑屏的手机 突然亮了起来 然后屏幕上 自然而然地 闪现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一张猪头 然后被两个美女 在捏着 夜龙仔细一瞧 这不是刚刚不久 在路上遇到的 那两个美女吗 一个叫木美 一个叫小雨 而且还留了 自己的手机号 很快 照片又换了一张 然后是一行字 小子 今天卖身卖了多少次了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招惹我们 一行字后面 又是配了一个 猪头外加大笑的表情 看到这些 夜龙再傻也明白过来 这电话 短信轰炸 肯定是与这两个美女有关 擦药 原来自己是被这两个美女给整了 夜龙不禁有些淡疼地说了一声 怪不得当时想要自己的手机号呢 原来是这样 现在夜龙明白 自己是被人黑了 看样子 这两个美女 还是一个电脑黑客 不然压根做不到这些 夜龙现在要多郁闷 就有多郁闷 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两个美女给整得这么惨 丢死个人了又 不行 夜龙心中决定 等再遇到这两个大小美女 一定要好好地收拾她们一下 尤其是那个叫小雨的小丫头 竟然被她那乖巧可爱的面貌给欺骗了 实则是一个小鬼精 不过现在想报仇 也似乎找不到她们两个 夜龙只能郁闷地祈求 以后能遇见这两个大小美女 然后再风骚地教训她们一下 本章完 第209章 给喳喳道歉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宁海市DC区一家快捷酒店内 王震 还有其他三个安全会的人 在房间里郁闷地吸着烟 吐云吐雾 王震被夜龙狠狠地收拾了一番 心情很不爽 再怎么着 他也是堂堂京城安全会的分组组长 竟然就这样被一个小屁民给收拾了 越想下去 王震越不甘心 在京城 谁敢对他这样 而且还有那个派出所所长 更是让王震感到气愤不已 竟然和夜龙是一伙的 两人一起收拾自己 MD 老子绝对不能放过你们 王震攥着拳头 个狠狠地说道 随即 王震拿出手机 给京城那边打了过去 自己的身后可是安全会 国家重要安全部门 一个小派出所所长 算个毛线 很快 电话那边就接通了 王组长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电话里面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说道 李会长 我们几个被夜龙联合警察一起给打了 现在就是要跟你汇报一下 王震在电话里 很憋屈地说道 夜龙联合警察打了你们 好大的胆子 怎么回事 李会长在电话里 语气有些阴沉地说道 我们本想联合警察把夜龙抓起来 但没有想到 夜龙竟然和DC区派出所的所长认识 然后我们几个就被他们打了 李会长 这个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王震在电话里说道 简直是放肆 你们没有透露你们的身份吗 李会长有些生气地说道 已经说了 但不好使 说这里 是他们的地盘 王震回道 放肆 告诉我哪个所的 叫什么名字 我给那边局里打电话 一个小小的所长 还反天不成 李会长在电话里愤怒地说道 他是DC区派出所的所长 叫冷飞飞 是个女的 王震赶紧说道 心里却是暗喜 自己不能拿你怎样 但李会长还不能拿你怎样 对于李会长来说 那直接是一个电话的事情 一个小所长 有什么自个跟李会长斗 至于那个夜龙 更好说 在这里他有冷飞飞罩着 等冷飞飞完蛋了 看谁还能罩着他 他功夫厉害 又能怎么样 王震就不幸 他能逃脱其他警察的追捕 那好 那麻烦李会长了 王震在电话里笑了笑说道 夜龙那边盯着点 务必要把他抓回来 我会给你们扫清一切障碍 明白吗 李会长说道 明白 李会长放心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王震笑了笑在电话里印道 宁海市DC区 Chibo咖啡厅 冷飞飞正和夜龙聊着天 自己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看着打来的电话 冷飞飞不仅皱了皱眉头 嘴里嘀咕到 林局长 怎么了 夜龙看着紧皱眉头的冷飞飞问道 奇怪 林局长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冷飞飞疑惑地说道 接呗 接了不就知道了 夜龙说道 嗯 冷飞飞点了点头 随即接起电话 笑了笑说道 林局长你好 小冷啊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一下 电话里 林泽江说道 林局长 有什么事情 你尽管问吧 冷飞飞在电话里回道 刚刚不久 安全会的人 是不是找过你 林泽江在电话里 沉思了一会 然后问道 冷飞飞听到林泽江这话 大概已经明白了什么意思 刚刚林泽江的电话打过来 冷飞飞也差不多想到了 嗯 的确找过我 冷飞飞倒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回道 那你是不是打了安全会的人 林泽江又问道 嗯 打过 冷飞飞依旧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 既然是自己做的 更没有必要掩饰 哎 林泽江听后 叹了口气 然后说道 小冷啊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 好歹他们也是安全会的人啊 身份你也应该都清楚 林局长 他们这都是自找的 虽然他们是安全会的人 身份不一般 这不假 但同样是人 他有什么资格羞辱我 冷飞飞质问道 小冷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要明白 这是官场 官场就是这样 这样吧 等会我找到他们几个 一起吃顿饭 你赔个不是 这是我给你说何说何 不然我也很难做 林泽江在电话里说道 林局长 我不想去 我没犯错 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 冷飞飞说道 小冷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不了解官场的一些道道 我知道你没犯错 我也了解你 这是官场 官大一级压死人 你一直是局里的关注提拔对象 前途无量 你可不要毁了你的大好前程啊 另外 过来一趟 也算是给我个面子 好不好 林泽江在电话里商量道 冷飞飞沉思了一会 林泽江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自己再不去 显得有些不识好歹了 毕竟人家是宁海市局长 帮你说何 已经是够给面子了 既然这样 那我听林局长的安排 冷飞飞说道 那好 等会我给你发短信告诉你位置 我先给安全会的那几个人打个电话 林泽江说道 嗯 冷飞飞应了一声 挂掉电话后 冷飞飞叹了口气 一副无奈的表情 这么近的距离 夜龙坐在对面 两人的谈话 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夜龙倒是有些不屑 还给安全会的人道歉 安全会的人算个毛线 在夜龙眼中 最多算个渣渣 当然 这并非夜龙装壁 安全会在夜龙的确是个渣渣 因为自己的身份 完全肯碾压他 那还真给他们脸了 就那弊样 也配自己的未来老婆 给他们道歉吗 行了 等会我要走了 冷飞飞心情有些不好的说道 毕竟这不否合冷飞飞的性格 但是正如林泽江所说 这就是官场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擦幼 锦花妹子 你还真要去给那几个 王八高子道歉啊 就他们那弊样 给我们道歉还差不多 你放心 在官场上 林泽江照不住你 那哥来照你 你不去绝对没事 夜龙看着起身的 冷飞飞说道 冷飞飞撇了撇嘴 一副无奈的表情说道 这是官场啊 你能有有什么办法 而且 林局长都亲自给我打电话了 就算我不给 安全会的人面子 也总要给林局长面子吧 人家一大局长 好心帮你说何 总不能不领情吧 本章完 第210章 给你面子还得色 小说 最强特种保镖 作者 红酒一杯 夜龙点了点头 说道 那倒也是 但是依我看 王真那几个安全会的浪货 到时候肯定会为难你 你要去 那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有分寸 都是官场上的人 相信他们不会太过分 冷飞飞点了点头说道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那渣渣要是敢为难你的话 搁搞他 夜龙对冷飞飞说道 依夜龙的看法 王震那帮人 对于这件事情 肯定不会算完 也肯定不是一句道歉的话 就能解决的 那么嘚死的人 逮着这么一个机会 不得色一下 那就不是安全会的人了 冷飞飞摆了摆手 说道 还是算了吧 安全会的人正要找你呢 你去难免会发生冲突 那要不我跟你一起 就在外面等你 夜龙说道 自己觉着 还是有必要跟冷飞飞一起去的 如果按照夜龙的想法 压根就不用去到什么迁 完全没有必要给那些渣渣面子 冷飞飞想了想 然后硬道 那好吧 但我可告诉你 到时候不许乱来 邻居长可在呢 知道了 哥又不是小孩子 有分子 夜龙摆了摆手说道 随即 夜龙同冷飞飞一起出了咖啡厅 然后夜龙先骑车 带着冷飞飞到警局换了身衣服 毕竟冷飞飞穿着一身警服 去复验影响不好 在路上不多久 冷飞飞就收到了林泽江的短信 告诉了冷飞飞酒店的地址 以及包间 换好衣服的冷飞飞 直接同夜龙一起赶往酒店 到了酒店后 冷飞飞看着夜龙说了一声 你是在外面等吗 还是进酒店里面 夜龙咧嘴一笑 然后说道 嘿 当然是到里面了 在外面多无聊 那好吧 夜龙和冷飞飞一起走进酒店 进了酒店后 夜龙到酒店大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而冷飞飞自己一人上了楼 嘿 景花妹子 有事情别忘记招呼哥哈 夜龙在冷飞飞上楼前 招呼了一声说道 知道了 冷飞飞应了一声 来到楼上 冷飞飞来到包间门前敲了敲门 然后就走了进去 而在包间里面 林泽江已经跟王震他们 笑呵呵地聊起了天 见冷飞飞走进来后 王震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得阴沉起来 不由地冷哼一声 显然王震对于冷飞飞的印象很不好 原本挂在脸上的笑容 也早就消失不见 小狼 你来了呀 来 到这边来 林泽江笑呵呵地招呼了一下 冷飞飞说道 王震没有给冷飞飞好脸色看 冷飞飞自然不可能给王震好脸色看 到这里来可不是畏惧于王震的身份 而完全是给林泽江面子 如果林泽江不是说给他面子 让自己来的话 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来的 其实王震在冷飞飞眼中 跟夜龙的感觉一样 他就是一个渣渣 有点权力 就当另见的渣渣 冷飞飞没有理会王震 而是朝林泽江走了过来 然后打了一声招呼 邻居 而这个时候 坐在对面的王震开口了 看着林泽江说道 呵呵 邻居长 这就是你的手下 这谱我看怎么摆得比你还大 你这教育的不行了 林泽江笑了笑 看着王震说道 王组长 你这说笑了 今天我叫小冷过来 就是给你之前的误会赔个不是 小冷 赶紧跟王组长道个歉 冷飞飞看了眼脸上充满得意的王震 也就是林泽江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了 不然冷飞飞是万万不可能给王震道歉的 就这副德行还道歉 不抽他两个耳光 就不错了 王组长 之前的事情 我跟你道个歉 冷飞飞没有丝毫感情色彩的说道 呵呵 道歉 我怎么看你一点诚意也没有啊 王震看着冷飞飞冷笑一声说道 同时心里决定 无论如何 今天也不可能轻易的放过冷飞飞 刚刚不久的耳光 王震可记着呢 那你想让我怎么个诚意法 冷飞飞看着王震说道 不需要你的诚意 王震说了一声 然后看向林泽江 说道 邻居 你的手下打了我 而且还身为一名警察 这打人应该怎么处置 王组长 你看你这就见外了 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林泽江尴尬地笑了笑 打着圆场说道 误会 我看一点也不像是误会 邻居 你做个处罚决定吧 我在这里听着 希望能让我满意 王震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说道 冷飞飞瞧着一脸得意的王震 有些看不惯 这不就是一个安全会分组组长吗 而现在这样子 说话这语气 就整得跟林泽江 也是他的手下一样 这王震 未必有些太得意忘形了吧 冷飞飞也看得出来 王震说完这话后 林泽江脸色也很不好看 毕竟再不计 他也是宁海市局长 说句话 那宁海市也是要抖上一抖的 但林泽江是一个圆滑的人 不喜欢计较的太多 随即笑了笑对王震说道 王组长 哎 我敬你一个 这杯酒 就当我先替小冷给你倒的签 林泽江说着 拿着酒杯 伸手想跟王震碰杯 不过王震压根没有理会林泽江 而是开口说道 邻居 这杯酒我不能喝 你先把你这手下处置了再说 如果我满意了 我会给你把这杯酒喝了 冷飞飞听到王震这话 真是忍不住了 王震有什么资格这么得瑟 难道就凭他是安全会的组长吗 王组长 实在不好意思 小冷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而已 要说处罚那就重了 最多也就是批评一下 林泽江语气有些生硬地说道 毕竟他三番两次 可是给足了王震面子 而王震 却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说白了 给王震面子是看得起他 不给他面子 那他也白大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不就是安全会的组长吗 在这里 王震还不时去地嘚瑟起来 以为自己多厉害呢 现在林泽江心里是真的有些不高兴 毕竟自己也是一举之掌 给你面子了 你就老老实实地接着 不要得寸进尺 本章完 他也曾经的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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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早的时候